教育天地 校园感怀 作者圣连 校园自古是求学的乐园 是人生路上最重要的驿站 这里时时有鲜花绽放 年年有桃李芬芳 在远离喧嚣的净土中 散发着诗书的清香 这里是求所者攀登遨游的书山学海 是为师者传道授业的神圣殿堂 自西来幽灵统治我中华文明之邦 阵阵狂风摧残了鲜花桃梨 多少铜臭淹没了诗书的清香 六十年沧桑岁月 每一阵斜风刮起 校园都是水深火热的地方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 中共党魁就瞄准了校园这一阵地 不知是何种原因何种目的 当很少有人知武训为何许人时 就开始对武训传大批特批 武训1838到1896 是中国历史上 以乞丐身份再入正史的千古奇人 他历尽艰辛 行起办义学 他节衣缩食 忍辱负重 独身一人 终其一生 为了贫苦大众的开化教育 沿街乞讨 获作苦力一分一文的积攒 办起了多所义学 且学有所成者日重 武训先生五十九岁时 在他的第三所义学 现山东临清实验小学里 听着朗朗读书生 含笑离世 当时有上万乡民参加他的葬礼 三线官身全体执服送殡 当时的清政府宣传其业绩 并于国使馆为其力转 这样一位感动天地的圣人君子 却被毛泽东污蔑为恶概 煽动群众批判他 狂热宣传封建文化 1957年 党魁让知识分子帮党整风 大家响应号召善意批评 学子的天真教授的忠诚 没有受到赞扬 反乌向党进攻 名曰言者无罪 实为引蛇出动 进而残酷斗争 众多年轻学子 当年北京大学物理系一个班17人 11人被打成右派 四川省的中学生右派 年龄最小的13岁 中华精英被谎言欺骗 前途葬送 专家教授欺离子散 苦欲气疯 反右其文举世震惊 湖北省当年在台上 批斗某校校长时 该校一教师坐在台下第一排 发现他几次眨眼 因他平时有习惯性眨眼毛病 就说他是给校长使眼色 立刻被隔离紧闭 于反右高潮时 与被批斗校长 一起以反革命暴乱罪判处死刑 半个世纪已过 陈渊尚未昭雪 几十万老人多以含冤而终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邪灵附体全中国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学 文革如一场全日史 造就了一个反常的病态的中国 而覆盖面积最大迫害最深重的 依然是教育领域 《九评共产党》中这样写道 《九评共产党》中这样写道 1966年中国大地掀起了 又一股暴虐狂潮 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 如发疯聂龙脱江野马 全山为之震撼 江河为之胆寒 文革期间 中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非正常死亡人数700多万 中国人人经历了空前绝后的劫难 而其中受害最惨烈的是 当年的中学生群体 初中三届高中三届 文革十年是他们人生的黄金时间 然而中共党魁一声号令 全国学校停课闹革命 青春年华 他们就被剥夺了读书和升学的机会 革命尚未闹完 独裁者随心所欲的又一声号令 百万之青上山下降 他们又遭受有史以来 人数最多的集体流放 真是该羊花的时候狂风吹来 吹落一切花蕊 该土碎时暴雨打来 将其打得七零八落 文化大革命既隔了文化的命 也隔了教育的命 中国教育植核量的十年断裂 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巨大断层 而这一代人被陷进了断层的夹缝中 当权者对这一代人前途命运 毫无理由的漠视 使他们青春无价 青春丧失 时至今日 留给他们的是 永远不堪回首的悲凉人生